字幕致有時鍾聲 V toil 媽祖慈佩!大家好 有一位網友在討論期 來問到說 故人曾經婚饒 我們到廟裡去參香拜拜 如果沒有,我們才去燒金子,解釋整個參拜的儀式 那顧問為什麼會這樣的教導來請教顧問 那各位要去燒金子,解釋整個參拜的儀式 我們知道我們媽祖信仰的特色就是媽祖很靈感 因為我們在修三歸侯化身,在宗教信仰來講 一定有個佛,有個神,有個華,有經典 或是他的烘死習慣的道華 幫我們改印的方法,欺其必凶的方法,一些方法 還有如何來教育我們的一些正法,經典 然後有神,佛教,有師父和尚 然後基督教天主教有牧師神父 來傳教,來教導信徒,叫佛華身 但是我們民間信仰,我們的媽祖的信仰 的特色就是媽祖我非常靈感 我們直接就可以擺盃、提携 來跟佛溝通 我們來依佛的指示來行事 當然我們也有經典 如果經典有教,我們就不用問 老師有教 所以一般的常識知識 那不需要問的,我們就不用去問媽祖 那我們有神啊 神只是工作童年幫我們服務啊 那真的沒有所謂的老師 紅這個火,媽祖經典的人 紅這個火,替火講話,替媽祖講話 當然,宮廟裡面有所謂的代言點的老師 祇我們說,是不是有啦 有生啊 可是他要去感,取悉才能幫我們服務啊 固定的時間啊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學使 可以用寶貝裘簽 透過我們的靈感 來跟馬祖的溝通 這叫靈感的馬子 所以我們以依佛的機力比較高 比較高 所以我們去拜一拜 民間信仰不敢去拜土地公 閒天上帝 順天聖母 靈水夫人 我們拜一拜完 我們一定要拔杯 直接來跟民間信仰 跟神明做溝通 所以你要燒金子以前就拔個杯 要請示一下 我去土地公也是一樣 如果要正式的參香拜拜 我一定要離開燒金子以前 我一定要拔杯 那土地公會跟我講 如果笑杯 那我就說土地公你是高興嗎 還是對我今天準備的東西你很滿意 我們都會跟他們溝通 如果他有需要溝通 我一定會問 要讓神明說親子講明白 這顧問跟大家都分享了 因為我們民間信仰就是靈感 靠自己的靈感 要培養自己的靈感 媽祖靈感 你要培養跟他之間的感應 就直接跟佛溝通 就直接跟佛溝通 接受火的指導 就只要信徒相信 媽子相信這個神明 你真的三歸一 你直接用這個法寶貝就可以問出 媽子如何來 可能作出 tellement 你會做一點事 你會做甚麼 你會做什麼 小朋友 你會做什麼 媽祖就會保佑 我很好 可是你沒有做啊 你現在可能有車官啊 你現在剛好有一個不好的東西卡在身上啊 媽祖想幫助你啊 你又沒有問他 那我們特色就是寡杯圖簽啊 親其莫相 無感而不通啊 對不對 天上聖母親都這樣講啊 媽祖是靈感的媽祖 就靈跟感 你要感受啊 用你的靈去感受它 然後寡杯圖簽來溝通 所以我們在這裡 在推稿媽祖的信仰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擔心媽祖的信仰 但是要溝通的國同 要讓神明說親子講明白 對你的主導 或者你要靈感 媽祖有事 那因為我現在很忙 恐怕沒有辦法 在這裡繼續 拜拜了 我要燒金石 如果有事 下個月初一我會再來拜拜 你再來指示我 或是你來託夢給我 或是藉由某人來提示我 你可以這樣跟馬祖宗溝通 有很多的管道 不是只有寶貝 你要讓神來照顧你 要讓祂能講話 能說清楚 講明白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為什麼拜拜離開 燒親之前一定要保背 問神明還有沒有補充 有沒有要叮嚀 這是作為一個信徒 應該有的一個禮貌跟禮儀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宗佩 好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